大家好,我是李灿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如何通过看电视剧来学习中文 看电视剧学习中文当然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你可以接触到最当下最实用的中文 它的台词密集度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它有更多现实中的一些口语化的用法 所以啊,很多人学英语都喜欢看美剧 同理,如果你想要学中文 那么看中文电视剧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因为中国电视剧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特别红火 然后中国电视剧的类型也非常的齐全 各种类型的电视剧都有 推理啊,悬疑啊,家庭啊,医疗啊,武侠啊等等 还有一些比如只有中国特有的像什么玄幻啊,仙侠啊 所以呢,能看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所以大家可选项非常多 不管你想看哪个类型的电视剧 你都能找到自己想看的类型 然后相对于美剧啊,日剧啊,英剧啊,韩剧啊等等 中国电视剧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那就是它在YouTube上是可以免费观看的 这实在是对咱们学习语言者一个最大的福音 我跟你说,不只是这样 中国电视剧它是有个规定的必须带字幕 所以这又更有助于大家学习语言了 还有在YouTube上的很多中文电视剧 它不只有中文字幕,它还有英文字幕 甚至别的语言的字幕 所以我说中文电视剧确实是特别适合学习中文的 那么究竟应该看什么电视剧呢? 看哪些电视剧呢? 又从哪里知道这些名字呢? 大家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从何入手 我现在就教大家怎么去找电视剧 首先咱们先打开这个Google浏览器 里面找一个叫豆瓣 豆瓣 它有电视电影的这些评论 还有书的评论 咱们先把它打开 在这个这上方有个电影板块打开 它电视剧是包括在电影里头的 电视剧 然后这一排里头有个国产剧 打开就中国电视剧嘛 这个有三个 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按热度排序 它默认像就这样 按热度排序的意思就 这些电视剧在中国当下是最火的 大家都在看这些电视剧 然后每个电视剧上面都有个评分 大概是8.1 8.6 7.7什么的 基本上在7分以上的电视剧都可以看 还有些6分多的 其实也可以看 像这个最序 它就是最近特别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 它虽然只有6.6分 但是最近好像确实特别火 大家很多人都觉得 看来觉得挺好玩的 挺轻松 搞笑 这很多电视剧 有些就是当下在放的 有些它其实你像这个陈情令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还是比较火热 还有这个潜伏 沉默的真相 庆余年等等 比如这几个都找不到你想看的 加载 更多 加载 更多 比如你一开始不知道这个电视剧 它讲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视剧打开 今天我给大家选这个电视剧叫山河令 因为它实在太火了 最近在中国火的一点过分了 太过分了 然后里面两个男主角 现在已经是顶流了 就流量特别多了 一个小声了 特别特别火 咱们今天就先看一下这个电视剧 山河令 你看这有些信息 我们看 比如类型 什么类型 它是剧情片 武侠片 古装片 它可以包括在这三个类型的电视剧中 还有它语言是汉语普通话 2月22号才播的 现在还没播完吧 但是中国电视剧它的播放周期 其实比较好 比较适合大家 它不是像美剧他们 一个星期才更新一次 一次一集 等的等死 中国的话它更新比较快 有的快的话日更 周更的话 它其实也会更新好几集 这个电视 一共三六集 现在好像都已经放了二十几集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电视剧的 这个剧情简介 说 本剧讲述了天窗首领 周子书 为求自由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退出组织 命不久矣之际 遇上一心灭世的鬼谷谷主 温客行 两人因卷入江湖纷争 相识相知 最终成为彼此救赎的故事 一场阴谋 两个知己 五块宝藏拼图 孽在恩怨 这个孽其实就二十的意思 千百年江湖梦 比如你对这个剧情的简介 看完之后还是一头雾水 这下面就有一个预告片 还有一些图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先图片打开看一下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对吧 是大概是这样的 这是个武侠古装片吗 比如说你看这个剧照还挺顺眼的 觉得男主角长得还不错 女主角也可以啊 这种类型电视剧是你喜欢的 你就可以继续再看一下 还有呢 这下面还有一个预告片 可以先看一下 二十年前 我们致力于搜集 对吧 你要这个预告片觉得看下去 哇 不错的场面 打斗等等 觉得挺好的 挺适合我自己的 那么你就可以去找这个电视剧去看了 你看连预告片都有字幕 真是好贴心啊 我还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下面呢 有一个短评 其实我挺喜欢看这短评的 短评因为这个大家每回都写的短短的 就像推特一样写的短短就一两句话 然后用词都比较口语化一些 其实你要是对这个电视剧啊 比较有兴趣 你又看了一些 然后你回来去 其实可以看一下短评 因为大概知道和他会讲些什么东西 你还能通过这个学习中文 就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就通过MDB 看他的评论什么呢 学习这段英文 甚至有段时间 我通过亚马逊的一些商品下面的评论 我觉得那种语言的话 其实真的是比较口语 比较地道一些 所以大家要学语言的话 就需要开动脑筋 多去找一些原始的这种语言材料 你只有不断的吸收 不断的吸收 你才能在自己脑子中形成一个语言体系 你才能知道 在特定的情况下 这种情绪 这种情感 这种想法 该怎么用比较地道的中文来表达出来 还有什么样的场景 应该能用哪些字 哪些词 才能叙述的比较清楚 我们可以随便看一下 CP感真的可遇不可求 他俩完全没有 这是三颗星 三颗星是比较不好的评价吧 还有下面 这是五个星的 这才是单美 奇奇怪怪的单丑 走开走开 好一个猎女怕长狼 什么玩意 还有下面有一些比较长的评价 有兴趣都可以看一看 都是为了学习语言嘛 现在我在教大家 怎么在YouTube上 看这个电影句 其实非常的简单 把这个名字给复制一下 复制 YouTube搜索栏里头 粘贴 其实第一集我是看过的 免费 不过他广告就是有点多 周大人 你是前床之人 周子舒 恭送李大人上路 武侠片里的这个语言 相对于日常生活 它是有一点点的文言化处理 恭送这种词在日常生活中 基本是比较难用到的 其实很好理解 一刀脖子就割了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一个 字幕打开 这中文字幕呢 这个太棒了吧 还有英文字幕 一般很多呀 他在这个视频里头会提供这个嵌入字幕 像这个提供外挂字幕的确实比较少 然后他提供了可怕的十几种字幕 英文字幕 嗯 即日而起 李某死不足惜 李某死不足惜 死不足惜就一点都不可惜 I die without regret 可以也可以这样翻译 有这种中文字幕的 其实就更好办了 和大家说一下 可以选用一个方法 把这个中文字幕给整下来 很多小伙伴可能知道这个方法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上 把这个字幕给下下来 就是这个复制粘贴 哇哦 好多 下这个srt或txt都可以srt吧 我们下来 还有这个中文下来 大家下个英文了 咱们看一下 比如 这个中文的 这个标志是一个字幕软件的这个标志 你们应该没有 用祭祀本吧 打开 哇 都在里头 太棒了 然后呢 不是很 有些不是很懂 的话 英文字幕在这呢 对照的 其实很多时候呀 我呀 之前读书的时候就喜欢对照的看 所以这个电视剧也是好处呀 很多时候不只是这个 你要学习里面的词啥意思 更多的时候真的是摩耳朵 你学习一种语言的话 你得不断去听呀 你听的多了 你才能知道这个语言 它是怎么发音的 比如说你一开始才接触中文的话 你需要去记一个词 或者一个句子等等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这个发音 它没有在你脑子中扎根 如果这个词 你已经听了很多很多遍 它已经在你脑子中扎根了 然后呢 你只需 你只需要把这个图形和这个声音连在一块 你才就记住了 意思的话就更简单了 很多时候 你要接受了很多遍 你肯定已经记住了 所以有说 记单词的话 其实不用特别刻意的去记 看电视剧 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你听了很多 然后你不断去看 你很多意思 大概你都能理解 就像我妈她们那个年代人一样 觉得我妈是小学二年级 还是三年就是辍学了 所以她中文她是不会写的 这也是不认识的 但是她喜欢看电视 中国所有电视里头 不管是电视剧 综艺节目 新闻节目 等等都是有字幕的 我觉得这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有关 应该就是为了扫盲吧 就像我妈那种 小学二十三年级的这种水平 后来坑过看电视什么 很多字都认识了 基本都能认识 然后有些字也能写下来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鼓励大家多看电视剧 其实没有必要 就一定要抱着一个 我要去学中文的这个态度去看电视剧 享受就好 享受的同时 摩尔多 多听 多看 你不自觉很多东西就吸收进来了 你想想看 咱们小时候 作为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学语言也不是那么功利的 不会就是每天听听听听听 然后电视剧这个东西它有画面 画面和语言能结合在一块 真是一个特别好的 这一个语言学习的工具 如果你喜欢看中文电视剧 你可以把你喜欢看的中文电视剧的名字 写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一下 那么今天就到这吧 下次再见哦